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獨媒的報導 有兩名持有湖北省通行證的長者 以及另外不同省籍的一名女人和小童一家四口 在深圳灣口岸抵達香港 只不過持有湖北省通行證的兩名長者被拒入境 於是被帶到隔離區域準備遣返 誰不知這兩名長者隨即發癲 其後警員到場增援 其中一名老人打警察並且遭到制服 而另一名女人亦情緒激動 更加之一度是噴口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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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些片段顯示湖北居民被拒絕入境時 情緒激動 大叫我們要闖關 就需要由入境處職員來阻止 我奉勸那些旅客千萬不要做出這些行為 因為是不合乎衛生 以及是不文明的 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好了 我們又談談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醫管局員工連線 即是醫護人員的工會 他們卻有4638名醫護人員簽署了 承諾會罷工 這個數字當然是非常令人鼓舞 因為他們設計了門檻 就是總員工人數的百分之五 即是四千人 目前來說已經遠遠超越了門檻 而且願意罷工的人數 在不斷上升 當中 而且加入工會的人數 亦 亦是與日俱增 目前已經接近兩萬人 這個工會當然 有兩個階段 去做出這個工業行動 首先 會按照原定計劃 在星期日 即是2月2日 跟醫管局談判 倘若 如果這個談判是失敗的話 工業行動分為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就是停止醫管局的非緊急服務 那些工會會員將會採取惡劣天氣的工作安排 如果醫管局仍然未能提出確切的解決方案的話 就會在2月4日 即是下星期二 採取第二階段的工業行動 所有會員就會罷工 迫使醫管局只能夠提供有限度的緊急服務 第二階段的罷工就為期四日 如果醫管局仍然漠視他們的訴求的話 工會是不排除再將工業行動升級的 當然希望他們這個行動就搞得成 其實最好就是醫管局能夠將意見反應給特區政府 然後特區政府真的聽到醫護人員的訴求 真是走去全面封關 如果他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根本就不用搞這個工業行動 大家都好 一家便宜就兩家著 而且根本封關就是全民的共識 你不要管那些極藍、深藍、那些傻粉說的東西 林鄭根本上就是要跟香港人鬥氣 根本上就要跟香港人過不去 專門就不封關 封一半就不封一半 天一半、地一半 實情是沒用的 你不全面封閉 根本上那些人就可以走來走去 除了醫管局員工陣線以外 厲害了 有401名來自醫管局港島西聯網內科醫療人員 作出了實名聯署 當中還有包括三位重量級的人物 包括港大醫學院內科及肝臟科講座教授黎青龍 港大醫學院內科教授陳德茂 以及港大微生物學系主任劉家培 到底他們有什麼訴求呢 主要就是四點 第一就是呼籲特區政府 去接納香港公共醫療衛生協會的建議 加強邊境的管制防控 就是全面封閉所有接讓中國的關口 只是批准香港市民 以及持有有效的工作或升學簽證的大陸人 來到入境本港 第二就是效法澳門政府 調查境內的湖北旅客 如果沒有病徵請他自行離境 否則進入隔離營觀察14天 第三就是為醫療界提供充足 而且符合世衛標準的防疫裝備 第四就是推動全民抗疫 包括鼓勵公眾在公共場所要配戴口罩 勤洗手及清潔環境 這些訴求全都是非常正頭正路 根本上全都是值得市民來支持 就算他們要搞這個工業行動 可能會影響部分非緊急服務 但是市民在這個危急關頭 其實應該要對這些醫護人員作出 最大的包容和諒解才是 而不是好像有些深藍極藍的KOL 又說要將這些醫護人員處決等等 根本上這些都是不可理喻的說法 因為醫護人員的罷工 他們不單是為自己的個人利益 而且也是為公眾的利益 傳聞的福祉 一旦封了關口的時候 就可以從源頭倒截的武肺入境 這件事根本對每個人都好 我完全想不到有什麼理由要去批評 當然是每一次的工業行動 都會產生一些不方便 但是這些不方便 比較起把武肺 好像中門大開那樣 污染雞籠都飛進來 當然 就是小小的不方便 絕對是值得的 是不是 根本上我就覺得 這些這樣也有得很爭辯的 是低B的 連民建聯也支持封關 連自由黨也支持封關 有什麼好說的呢 所以我免得拚那些人 本來我寫了一段 我再說說關於台灣方面 人家就真的做得非常好 實情他那個就已經在實踐中 統銷統購 台灣政府就宣佈了 為了使境內的口罩需求合理配置 由明天開始 台灣政府將會全數徵用境內的 口罩工廠生產的一般醫用口罩 以及外科手術口罩 每天總共約四百萬隻 而當中就會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提供民生的需求 每天就二百六十萬隻 第二類就是醫療或公務防疫 以及儲備的需求 每天就一百四十萬隻 總共加起來就四百萬隻 根本上人家就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數字 那個數據是開城報公的 你看看香港的特區政府 那些立法會議員十問十不應 到底你們特區政府目前的口罩儲備的數字 是有多少 你這個張建宗司長在那個記者會當中 還是含糊其詞 經常說有三個月的儲備 三個月就是多少 人家問你的實數有多少百萬隻 到底有還是沒有 蘋果日報踢爆了你說 根本上達不到全量的要求 到底你還有多少隻口罩 如果你根本上達不到全量的時候 到底那些口罩去了哪裡呢 你是不是要白紙黑字全部交代出來 所有的文件 到底那些口罩去了哪裡呢 程教署又有生產 你自己又有去購買 從不同的銷路那裏 到底去了哪裡呢 你特區政府還有多少隻口罩證呢 有沒有派了一些給警察呢 有沒有派了一些給其他公務員呢 你是不是要出來交代這些東西呢 拿些數字出來是確實的數字 不要還有多少個月的存量 這些根本上是多餘的 而且人家的目標就非常明確 台灣政府就說明了 民生的需求他又要供應得到 醫療和公務防疫的需求 儲備的需求他又要供應得到 而且政策是非常到位的 說明了境內的口罩就境內使用了 當然有些不肖的人士就會在台灣買一些口罩回來香港那裏炒 一定有這些人存在的 不過人家就說明了 這些口罩 是有一個最高的價格的 每隻就不會超過8元新台幣 就是大約是2元港幣 這個價格我相信全部人都覺得是合理 而且是可以接受的 特區政府在做什麼呢 到目前為止這一刻都是完全沒有消息的 只是說接下來就有2400萬隻口罩投入零售市場 投入市場沒用 市民要買得起才行 你賣到10元一隻、20元一隻 賣到500元一盒、1000元一盒 那有什麼意義呢?請問你特區政府 不是說投入市場就不斷 你還要那些市民買得起 而且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而且不要叫市民這麼陰功 去捱耿地 就是排隊 這幾天天氣冷到這樣 就算沒有武肺 都可能會冬親、感冒 有沒有看衰市民 有沒有看衰民情 為什麼別人做得到呢? 當然特區政府就可以抵賴 說香港也沒有工業 也沒有這些口罩製造的工場 但是你有的是錢 你的幾萬億財政儲備 整天都不用留來煲醋 留來責年 現在已經危急存浪之秋了 好心你就用了 派錢又說牽涉行政費 又說會搞到財赤 那你拿錢來買口罩行不行? 這次沒有人反對 那些錢又不用嗎? 澳門政府也懂得說要在國際市場那裡 不適公本也要買口罩 確保本地供應 8元10隻 就比沒有好 而且現在人家根本不用 每隔10天才去買 是不是 那你現在正在做什麼呢? 經常說買買買買買什麼 買了哪裡? 你這麼多錢你用來做什麼? 請問你這麼多錢留來做什麼? 那些錢是什麼? 是市民口袋裡面納稅給出來的 是不是? 做事沒有? 你看人家台灣做得多好 澳門做得多好 新加坡都說免費派口罩 你特區政府呢? 簡直就是無地自容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